电转一箱黄金万两 大家好 我是安州公小米 口号都快喊不下去了 因为这几天是天天下雪 开车出来光在路上打滑了 出来到商店拉了个置物架 估计这个置物架装完 再开车回去都中午了 因为路上打滑 车也最多跑个20卖 来这套房子 我们干个收尾的活 前段时间我们过来 把整套拮据都装完了 当时这个毛巾架就没有到 这是后期后补的 虽然就剩这批大点活了 但是也得干 因为前面的你都干了 那后软不干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这是一个电热毛巾架 在我们这地方 装电热毛巾架的话 屈指可数 我干了七八年了 一共也没装十个 装的这么少 主要原因还是 应该我们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 平时也比较干燥 大家对这个东西也不是太需要 这个房子业主还没有入住 装这个毛巾架 我说装哪 客户说你过去自己看吧 哪合适就装哪 其实我最怕干这种活了 我个人最不擅长的 其实就是替别人做决定 一个是马桶的正上方 一个是车面的包管 我觉得这个位置要比马桶的正上方 还合适一点 最后敲定了 就装这 放这个位置靠近浴室柜 拿取毛巾也方便 离花洒也比较远 所以我们放个浴巾也合适 缺点就是有个插座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记号笔 这都用了一年了 中途加过两次墨 到现在这个记号笔也没有丢 也没有坏 一直还在使用 上面字都磨光了 接下来用搅磨机打孔 这就是用搅磨机打的孔 效率你们自己看 还有很多人说用不习惯 慢慢来吧 用习惯的 现在速度都一定提高了 老铁们都说 我这把锤子不便宜 确实不便宜好几百厂家送的 以前经常丢锤子的我 估计有了这把锤子 以后我就丢不了了 因为包里最被重视的工具 那就是那几个比较贵的 刚安装这几年 我工具丢的最多的锤子 位于干手 卷尺 记号笔 螺丝刀 钳子 就这些 用的电动工具 从来都没有丢过 这个电热毛巾架设计的不错 最起码我们安装的时候是比较方便的 根据现场的安装环境 我们按的其实很尴尬 后边有一个电源 这也和前期的设计啊 有很大的关系 擦上电源我们试一下 这个温度呢 是可以调节的 家里面装个电热毛巾架 其实也挺好的 像我们经常用毛巾 如果你不干的话 放的时间长会有一种异味 那不都是细菌的支撑吗 这东西对于一些比较潮湿的地方 应该用户比较多 毕竟太潮的话 你洗个袜子 毛巾或者衣服 那都很难干 那挂在这个上面 应该一晚上就给它烤干了 还有什么好处 老铁你们去普及吧 我就不懂了 拜拜